都说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但结婚却是两家人的事,也有一种说法是女人嫁得好,还不如有一个好婆婆,这话一点都不假。 这天,节目组接到一位中年妇女的求助,称自己要被儿媳气死了,想求助节目组帮忙劝说一下她的儿子和儿媳妇离婚,求助调解不合的倒是有很多,但是救助劝说离婚的,却还是头一次见。 本着宁差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态度,节目组带着设备,来到这名中年妇女的家中,见到这名中年女子后,她自称名叫陈玉萍,今年53岁。 之前的18年里,一直在深圳务工,直到一年半前,儿媳妇要生孩子,才回来照顾儿媳的,在自我介绍完后,陈玉萍拉着记者来到了厨房,指了指正在煮着的中药,表示道,这段时间她已经被儿媳气得就差住院了。 陈玉萍说,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而如今因为婆媳之间的矛盾更是让她一夜白了头,而且还有了脱发的现象,那么,这对婆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会产生如此多的矛盾呢? 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身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据陈玉萍说。 她的儿媳名叫张学慧,是长沙的一名小学老师,在三年前嫁给了她的儿子邹帅,不久后,张学慧便怀上了邹帅的骨肉,这让得一家人很是高兴,而为了更好照顾儿媳和孙子,在深圳外务工十八年的陈玉萍便和丈夫回到了长沙。 陈玉萍不回来还好,没想到这一回来,闹得让其儿子与儿媳都已经到了要离婚的地步,陈玉萍说,在她回来照顾儿媳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因为儿媳之间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不同,基本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在陈玉萍看来,这一切都是儿媳的错,比如,对于刚回来的青菜,她叫儿媳洗了再放到冰箱里面,但是儿媳却认为洗了再放会烂就直接放了。 再比如,陈玉萍会认为,她老一辈的抱小孩手势好过儿媳的,便天天说儿媳的抱小孩手势着不对那对的,等等,就这样,两人之间就为了这些事情天天争吵着。 陈玉萍和记者说,她觉得自己对儿媳已经很好了,不仅辞去工作,回来照顾其生小孩,还天天帮忙带小孩,是儿媳不懂得珍惜她的好。 就在这时,陈玉萍拿出了手机给记者说起了她儿子的前女友。 陈玉萍表示,对于现在的儿媳,她更喜欢儿子的前女友,原来陈玉萍口中所说的儿子前女友,便是她邻居的女儿。 据陈玉萍说,她的儿子有一个青梅竹马,两人情投意合,而且又互为邻居。 她与对方的父母都很满意俩人走到在一起。 但就是因为如今儿媳的出现,才破坏了她儿子原本的姻缘。 陈玉萍原本是很反对自己的儿子娶张学慧的,但是因为儿子的坚持,她也没办法,只好游着去了。 不过在陈玉萍的眼里,儿子的前女友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更善解人意,而且家里也很有钱,其父亲是自己开工厂的,身家千万。 陈玉萍和记者表示道,她现在十分后悔自己的儿子娶了张学慧,想让记者劝劝她的儿子离婚,看有没有机会吃回头草。 陈玉萍还不断地和记者哭诉着,表示自己现在天天看着儿子前女友的照片流眼泪。 想把这些照片都打印出来,挂在客厅上好好欣赏,看到这里,或许大家会想,既然陈玉萍所说的这个女孩如此之好,为什么其儿子还会选择张学慧呢? 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记者在陈玉萍带领下来到了其儿媳张学慧的住所,原来张学慧在和婆婆陈玉萍闹掰后,已经搬出来住了,而且也已经和自己的丈夫邹帅分居一段时间了,看到婆婆的到来,张学慧理都不理,就直接上去了阁楼,而陈玉萍也是跟着走了上去,在阁楼中张学慧一言不发。 直接打电话给自己的丈夫邹帅叫其过来,看到这样,记者便问起了张学慧为什么会和自己的婆婆闹得这么僵,而一听记者这话,张学慧马上大哭起来,说见到婆婆就心脏加快。 另外,张学慧表示自己的婆婆虽然没有打她,但却在语言上和人格上侮辱她,践踏她的人格尊严。 而张学慧一听自己的儿媳这么说自己,便马上七嘴八舌地骂起张学慧,说她不懂得感恩,不懂得端正在家里的地位。 就这样,两人互相语言攻击起对方来,面对这一幕,就在记者不知如何是好时。 张学慧的嫂子秋风出现了,便把陈玉平拉到外面说起来,秋风对A陈玉平说,我敬重你是个老人,才一直没过去找你的麻烦,现在倒好,你倒是先找来了节目组,我今天就要当着电视台的面。 把这件事说清楚,张学慧的嫂子秋风向记者表示,陈玉平所说对张学慧的各种好,都不过是她自以为是而已,就连陈玉平口中儿子的所谓青梅竹马前女友,也不过是她一厢情愿罢了。 原来,陈玉平的儿子虽然和这个青梅竹马关系比较好,但其实一直以来都只是好朋友关系,还没达到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陈玉平夫妇和对方的家长却一厢情愿地认为两人已经走到了一起,才让陈玉平一直以为是自己儿媳的出现,破坏了这段婚姻,就在秋风和陈玉平互相对峙时候,陈玉平好像不想放过自己的儿媳。 又跑回到了小阁楼,恰好这时陈玉平的儿子邹帅也赶了过来,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和自己的媳妇在争吵,她给了自己母亲手上一巴掌,叫陈玉平停下来,不要再讲青梅竹马的事了。 此时张学慧一味地要求自己婆婆出去,不要出现在她的面前,但陈玉平哪想离开,就赖着不走,看到自己的婆婆就是不走,张学慧马上情绪失控,哭得撕心裂肺的同时,推翻了桌子,邹帅便强硬地把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媳妇分开,想让双方都先冷静下来。 就这样,婆媳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了陈玉平的家,找他了解对儿媳的看法,据陈玉平说,自己儿媳张学慧的家境很不好,一直以来在长沙都是租房子住,而之所以会嫁给他的儿子,就是看上了他家的条件好,在陈玉平的眼中,自己的儿子要么和邻居的女孩子在一起,要么应该找到家庭条件比现在儿媳更好的女朋友才对。 因为陈玉平在深圳打拼这十八年来,已经在长沙买下了三套房,每套房都价值百万,邹帅作为陈玉平的独子,在陈玉平看来,这些房子以后都是这个儿子的。 而如今张学慧成了他的儿媳,他就希望儿媳听他的,毕竟以后这个儿媳也会跟着沾光,继承这些财产。 陈玉平还说,虽然他不喜欢现在的儿媳,但如今木已成舟,所以他对儿媳的照顾是真心的,说着便带记者来到了冰箱前,打开冰箱,里面满满的是一堆鸡蛋。 陈玉平说,这些都是他为儿媳准备的。 接着来到房间,房间里面到处挂着儿童早教道具,但如今因为闹翻,陈玉平表示,孙女也被儿媳的娘家接走了。 陈玉平带着记者看完这些为儿媳准备的东西后,他向记者表示,张学慧的表现太无理取闹了,太让他太伤心了,他已经不能再接受这样的儿媳了,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离婚。 那么,事实真的是否如陈玉平所说的那般吗? 他在对待儿媳方面真的尽心尽力了,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找到了张学慧的嫂子秋风,想进一步了解真相。 当记者见到秋风后,他表示,事情并不像陈玉平说的那样,而是另有版本。 对于陈玉平的表现,秋风表示,张学慧在自己婆婆的眼中就如富人家的穷亲戚一样,原来,张学慧乃是秋风丈夫的表妹。 而陈玉平的儿子邹帅又是秋风的老同学,张学慧之所以能和邹帅走到一起,就是秋风做的媒人。 秋风说,邹帅曾和他表示过还一直单着,想叫他介绍对象,而秋风想到了自己丈夫的表妹张学慧人品不错,便牵线搭桥让俩人互相认识了。 在俩人相识后,因为有共同的话题又狠谈得过来,便走到了一起。 而当时的陈玉平还不知自己的儿子和邻居的女儿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便认为是张学慧从中破坏,才让得这桩好事没了,就在张学慧嫁到邹家后,陈玉平时常看不起张学慧这个儿媳,认为这个儿媳太穷了。 因此,只要张学慧干了什么不让婆婆满意的,陈玉平就经常动不动叫儿媳滚出这个家庭,说房子是他买的,没有张学慧的份。 虽然陈玉平说他的三套房子以后都归儿子和儿媳所有,但现在没有一套房产证上有张学慧的名字,说白了都是空头支票来的,而一开始的张学慧还算忍得下去,但后面的陈玉平变本加厉,不但会叫张学慧滚,还会各种嫌弃他,说张学慧不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等等。 秋风还表示,陈玉平有次还曾把他和儿媳之间争吵的视频发到了家族的大群中,最后还导致张学慧的娘家来要过说法,而也正因为这事,这才闹出了婆媳之间的大矛盾,导致现在张学慧都想离婚了,在和秋风了解了大概的情况后,记者来到陈玉平家的附近。 想了解在张学慧在嫁到邹家后,表现是怎么样的,邻居们都表示,张学慧比较安静,没见过他发脾气,而且干活也比较主动,容易相处。 当问到陈玉平时,邻居们说陈玉平会经常和他们抱怨,而习家太穷了,很明显的歧视感,而且平时还会看到陈玉平叫张学慧滚出家门,就像不曾是一家人一样。 也就是说,虽然陈玉平确实是回来照顾儿媳妇了,但在方式上却千差万别,太过于强调自己的主人地位了。 在记者想要离开之时,邻居们表示,其实张学慧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过一次了。 不过是邹帅不同意,这才没有真正离城。 当记者了解到这些后,再次来找到了陈玉平,想问他对于儿子与儿媳之间的离婚是什么看法。 陈玉平和记者明确表示,他是同意儿子离婚的,因为在陈玉平看来,上次他把与儿媳争吵的视频发到家族群后,儿媳的娘家人竟然过来要他跪下向儿媳道歉。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因此陈玉平觉得对于儿子的这段婚姻赶紧结束算了。 不过记者还是想调解一下,因此召集了陈玉平夫妇和他的儿子邹帅坐到一起。 而为了不让张学慧的情绪进一步受到影响,叫了他的嫂子邱峰替代来一起调解。 随后记者来到阁楼继续调解,邱峰和记者表示,张学慧自小在组合家庭中长大,其父亲早逝,母亲改嫁。 所以导致他现在对于婆婆的言语很少敏感,而一开始和邹帅谈恋爱时,陈玉平就极力反对过,但看邹帅感情真挚,不顾父母反对张学慧才和其杰的婚。 一旁的邹帅也向记者表示,自他从小以来,其父母便外出打工,他是和爷爷奶奶长大的,对父母并没有太多感情,而如今夹在这中间,着实不知道怎么办,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说,一旁的陈玉平坚决叫儿子去离婚。 而代表张学慧来调解的邱峰也表示,俩人离婚为好,但邹帅很明显不肯,就这样三方之间各职所见。 调解再次不欢而散,为了缓和彼此的关系,节目中赶到了张学慧的老家寻求帮助,张学慧从小生活在长德市的一个小镇上,来到后,节目组发现张学慧娘家一家人都已外出了,随后,陈玉平的丈夫邹新亮决定主动联系亲家,给张学慧的母亲主动打去了电话。 电话那边,张学慧的母亲张秋兰让外孙女叫邹新亮爷爷,邹新亮很是欣慰,但张秋兰依旧支持女儿离婚,就在此时,一旁的陈玉平看到自己的丈夫邹新亮在给亲家打电话,突然前来阻止不顾路人的眼光。 抢下了丈夫的电话,在听到丈夫主动请求给孩子们机会时,陈玉平无法控制情绪,马上责怪起了自己的丈夫,陈玉平认为该主动打来电话道歉的应该是亲家。 而不是他们打去,因为在陈玉平的眼中,亲家叫他跪下给张学慧认错是他的耻辱,他要亲家先认错多年的相处。 邹新亮明白自己的妻子性格过于强势,且爱钻牛角尖,为了缓和陈玉平与儿子儿媳的矛盾,节目组决定找调解员进行调解。 调解员来到张学慧的住处,判断张学慧因为和婆婆长期相处不和睦。 目前有焦虑症的倾向,负面情绪需要及时排遣。 调解员认为张学慧和邹帅存在感情基础,要珍惜着这段婚姻,邹帅需要先安抚好母亲情绪后,再来思考以后该和妻子如何生活。 而不久后,陈玉平也赶到了现场,可是婆媳一见面又大吵了起来,两人因为情绪激动无法及时调解。 众人暂时拉开了陈玉平,调解员向邹帅建议,让婆媳二人需要分开住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让两人见面,安抚好妻子后,邹帅跟随节目组回到了家中,和陈玉平坐下来好好谈心。 邹帅向陈玉平表示道,母亲认可的青梅竹马,其实并没有发展成为亲密的男女朋友关系,时过境迁,不必再纠结,而现在的儿媳并不是完全因为看重她的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一家人和睦相处,遇到问题,要控制彼此的情绪,家庭才会更温暖。 调解员初步推测,陈玉平因为一直处于紧张压抑的状态,目前也已经有焦虑症倾向。 邹帅表示,他不会抛弃妻子,目前需要做的就是改善妻子和母亲的情绪状态,保持身心健康,让两人分开一段时间后再做打算。 最终,张学会的父母同意给邹帅半年时间处理好和母亲以及妻子的关系。 邹帅还将为家人寻求心理咨询,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